各位学员好 那我们现在进入11.3 就是来看这个Plaxse模式 在Android框架里头的表现的情形 那11.3一开始我们就来看看这一个Plaxse模式的范例 这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们在这个第六章已经介绍过Android Service 类别的体系 它实现了这个抽象的工厂模式 它用来创建这个Server类的对象 所以我们就来回忆一下 这是Client 这个Client 那透过这个Star Service跟My的Service 就可以来调用到这里的OnCreate等等的 就可以来New它 就可以来New它 这边是透过这个部分来做这个New的动作 然后再从这边来调用这个Transact 调用它 然后再从这边来调用它 再从这边来调用到它 OK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第六章的部分呢 我们说明了 这一个Service可以扮演这一个抽象的工厂的模式 OK 好 那在这里头呢 这一个Bind呢 我们就来看这个Bind的基类 基类指类 常成为呢 形成这个Adapt模式的实践机制 这个部分呢 就是 它来New它 New了之后呢 它是从这边 可以来 调用到它 然后再从这边 下来 再从这边下来 在这边 所以呢就这个角度来讲 它把这个接口 把它包装起来 然后提供一个新的接口 给这边来使用 所以呢 这是一个Adapt的机制 Adapt的机制 OK 它是改变了这个接口 改变了接口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在上面的两个图呢 图11分12 我们再继续来 看看这个Parsity的 范例是什么 在Android里头呢 Mind的类 这个G类呢 是用来跨境层的 一个 这个是用来跨境层的 一个通信的机制 由于跨境层的通信呢 不能借由一般的方形扣来达成 因此呢 这个AC01这个类呢 就是这个 这边的Client的类 里头会放一个这个Parsity 这个Parsity 那也就是像PlayerParsity这个类 来让AC01可以 借由一般的方形扣来达成跟Server之间的沟通 那这个PlayerParsity 那这个PlayerParsity呢 就是MP3Player的分身 那么两者呢 提供相同的接口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例子 你看 这里头呢 就是 本来是AC01 调用这个接口 这是 因为这个是一个Adapter 这个是一个Adapter 那这Adapter呢 是把这边的接口 把这边的接口 改成这个接口 所以是Adapter的角色 然后呢 因为这个Adapter呢 这个接口呢 AC01其实用起来并不好用 并不好用 因为它是为了跨进程之用的 所以呢 这边再弄一个Parsity 来做一个分身 让它可以扣过来 而且这边也担任 又担任一次Adapter的角色 这里是Adapter又担任Parsity 它又把这个接口 又把它改变过来 所以呢 如果是从这个Bind 跟这个的角度看 它又把接口 又转回原来的 I play了接口 所以它 是它的 就 就它们两个来讲 它是Adapter 但是就 它们两个来讲 因为接口没有变 所以 这一个纯粹 半年Parsity的角色 所以这个 整个 这个角度呢 就是你 这横看成领 测成风 所以你如果放在这两个的角色 那么它是标准的Parsity 因为接口没变 但是通信改变了 那你如果放在这两个 类的角度呢 那么它的确 又变成了 它是 它的这一个 有转接口的任务 所以它有它Adapter的角色 除了Adapter之外呢 还有担任Parsity的角色 因为这个通信机制的确有变化了 有变化了 所以呢 在这一个 例子当中 我们就用一个Parsity 来担任它的分身 担任它的分身 OK 然后呢 来做这个通信部分 比较复杂的 所以让A701 可以很简单的 CorePlayer CoreStop 就可以扣到它 就可以经过它的转换 变成扣到这个接口 扣到这个接口 再扣下来 然后再扣下来 之后呢 再扣到这个Player 再来再扣到底下 就扣到了 OK 经过一连串的 这个转换 OK 那这就是 这个例子呢 所以在这里 请留意Player Proxy 跟MP3Player之间的密切关系 它们是来自同一个开发者 就是 这个开发者呢 定义了接口 所以呢 写了这个server的类 那这边呢 也依据这个接口呢 来定义一个 Player Proxy的类 那两个提供同一个接口 就相当于纯粹抽象类 所以两个是同一个体系的 因为是同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呢 如果看成是一个抽象类 就是纯粹抽象类 结果它们两个都是它的子类 OK 这是很多种角度哦 OK 然而Prayer Proxy的类 将交给开端 就是说 虽然是由这边所写的 但是国王啊 要把它派这个大使呢 住在对方的国家里头 所以呢 它这个Prayer Proxy呢 的类呢 将交给开端 在开端里头呢 去创建这个Praxia对象哦 因此呢 就等于大使呢 他就派驻在对方的国家里头呢 这以便当地的接口 可以啊 就近的来跟对方的人员来沟通 这个跟那个派大使的 做法是一模一样的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代码咯 那代码里头呢 也是要我们提供的 三个这一个Button 那这是另外一个Button 这是另外一个Button 那这是播放音乐 我还是以播放音乐为例子 来做说明咯 所以我们先定义一个这口 然后呢 写一个Server的 然后再 写一个Adapter 写一个Adapter 然后写一个Service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定义一个 这一个Player 定义一个Player OK 那这个 iPlayer呢 是一个这口 是一个这口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定义一个Service 这个Service呢 是要来 这一个New PlayerAdapter的 这New 这一个 要启动 这个PlayerAdapter 那这一口呢 就相当于是 这个 相当于是这个 Adapter的角色 Adapter的角色 那PlayerAdapter呢 那他就是 来接受 对方来调用的 他调用的 所以呢 这一个是 直接接在Binder的 直接接在Binder 然后呢 再来 3BPlayer是 implement 这个 iPlayer implement 这个iPlayer 所以呢 就会 有implement 这些东西 然后呢 接下来 AC01 跟PlayerProxy 它是在一起的 它是在一起的 OK 所以我们就来看 这个 PrayerProxy在这里 这个PrayerProxy呢 也是实现 这个 IbPlayer这个接口 IbPlayer这个接口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 AC01这个 Cline呢 怎么用 这一个 PrayerProxy 你看它是 这个 它传这个 Ib接口 这我们等一下再来 复习一下 把Ib接口 传回来的时候 它就 New了一个 Prayer的对象 New了一个 大使的对象 然后把这个 接口呢 塞到大使里头 然后呢 这个就是 大使的对象 因此呢 就可以 AC01就可以 直接跟大使 调用大使的 这个函数 调用这个大使的 这个stop函数 那大使里头呢 这个Prayer里头呢 其实 它就是 一开始呢 就是把这个 接到的 Ib接口呢 把它 存起来 存在这 Ib接口 存在里头呢 当它有 被调用 Prayer的时候 它才去 call它 call它的 transact 如果被调 stop的时候 就call它的 transact OK 所以呢 我们就来 再回头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这个图 OK 回头 再看一下 这个图呢 那我们 这一个 总共呢 我们还 这边 需要有 两个 一个类 这边呢 是一个 MyService 就是Service 的子类 然后 这边 是继承 Service 这个叫做 在这里的类呢 叫做 Prayer Service Prayer Service 那 这个呢 是担任这个工厂模式的工厂 所以他来call它的时候 他来new它 OK new这个Prayer Adapter 那 这个就是 Binder的子类 那他是负责呢 来调这个 iPrayer 调到这一个 server的 OK 那这边呢 是在AC01 这个类里头 定义的一个 Prayer Croxy OK 那我们再来 再view一次 这个代码 我们再来 view一次 这个代码 所以呢 这代码 首先定义一个 iPrayer OK 定义一个 iPrayer 再来呢 定义一个 service 叫myService 继承他 他是用 他是担任这个工厂的角色 所以要来new 这个 Player Adapter 那PlayerAdapter呢 是 Binder的子类 他必须来 转变出来 这一个 如果这个传购来的call是1 他就call mp3的 Player 他就call这个Player 这样子 那他就是 直接call到mp3去了 mp3 就是这一个 所以他在这里呢 他new了一个mp3Player 的这一个对象 然后呢 就直接call他 那这个部分 就在讲这个位置 就在讲这个位置 在这个 在这里的时候呢 他会new一个 这个 对象 new的对象之后 才可以call他 new的对象之后 才可以call他 OK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new的MP3Player 之后才call他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new的MP3Player 这个new的MP3Player 之后才call他 在这里你看 在这里你看 这个PlayerAdapter 然后newMP3Player new的之后才call他 new的之后才call他 有没有 那这个就是 就是担任Adapter的角色 Adapter 那 所以他把这个J口 转成了 这个用MP3的 所以MP3的Player 这个的相关的J口 都被封装在 被包装在 Adapter里 把它包装 然后他再提供一个 新的J口 叫做IMI的J口 出去 OK 这样子的 然后Proxy呢 就把它 返回来 在这里 所以呢 在这一个部分 由 Client先去启动Service BindService 那这个Service 启动了工厂 启动了工厂之后呢 他就把那个 Adapter 令起来 所以他就把那个Adapter的 这个 IP接口传回来 再把这IP接口 存进去 Parsy里头 那么我们就可以call 这个Player 跟Stop了 因为 你call他的Player的时候 他会转成 这个call IV接口的 那就call到对方去了 OK 那这里 再说明 Player Proxy 是MP3的分身 他必须与这个MP3Player 一样的提供 这个IPlayer的接口 不过其他有一个问题呢 其中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由谁来开发 这个Player Proxy的比较适当呢 这个在本范例里头呢 是由 这个Server的开发者 先定义好IPlayer 这个接口呢 这个接口呢 这个类呢 是由 AC01开发的 开发者提供的 它的一个分工是这个样子 但是 有很多的情况 并不是这样的分工的 OK 所以呢 这一个 写了这个之后 就来创建 就来new 就是在 AC01里头呢 就来new 这一个 自己所写的 Player Proxy这个类 然后把IP接口 塞进去 就诞生了 这个Player 这个 Proxy的对象 来为AC01服务 当然也有 其他选择方案 例如说 由MP3Player类来开发 来 就是 有Server的 来提供这个Player Proxy 再转交给AC01来使用 或者呢 这个Client的开发者使用工具 来主动产出 这个Player Proxy 都是 很好的 但无论是 由Server来提供 来撰写这个类 或者是由工具来做这个类 那么 都可以创建Player Proxy 而且呢 可以让AC01 不用去写这个 所以可以有效的 这个减轻 Knight端 开发的 这种 这种的 负担 这样的一个负担 OK 好 那我们 接下去呢 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待会呢 再来谈第2个例子 就是 Plus的例子 好 那刚刚 所及的 重点就是放在 在Knight端里头呢 要增加一个分身 那也让你看到代码 这个分身是怎么写的 OK 那怎么用的 那你 从这边可以理解 这个分身的 角色 以及这个 Pasic Pattern 的一种运用 待会呢 你会看到 更完整的 Pasic Pattern的运用 OK 好 那我们就 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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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